筋骨奇观 接眼前文 上回书咱们说到 两个泼皮无赖 小宋 小翠 打算挑刺驾宋 给人家找点麻烦 哥俩来得了 朱三的家门口 站这一喊 朱三 朱三 打礼物 朱三出来了 你们不是俩 有事啊 把屋里坐吧 进来往这一坐 你媳妇呢 干嘛呀 有事说 你们俩能有事说 等会 今儿我们收摊的 晚 我这回来拿东西赶上了 马上他们就回来 他们等会吧 说等会 有这么十六分钟的功夫 双合 带着孩子回来了 哎呦 我说你们哥俩来了 都是 平时街面上混的 都见 哎哎哎 哎嫂子 嫂子来坐坐坐坐 这个收摊了哈 谁买的怎么样 还行 嗯嗯嗯 好好好 哎呦 你说 你说吧 哎 我说 哎呦 有点事 商量一下 尤其是跟嫂子商量一下 商量一下 说 nope没明白 干嘛呀 怎么还跟我商量呢 默老头 死了 啊 是啊 哟 你看这是 哎 那么说难过吗 多少有点 终归好歹也算是夫妻一场 而且这么多年来 每个月送米 送面呢送钱呢 都挺好 真死了 钱穿子舍了 就从这点 也得难过 哎呦你这么话说的 哎 猪三都挺难过 你看就这么没了 哎呦 大伙一瞧哎呀 他比他媳妇还难过了 别哭了别哭 咱说正事 说吧 什么正事 这屋也没外人啊 没外人 我说话你们 别怪我就是直 说话就是直 你们家的儿子 他们大伙可都知道 不是你们家的 朱三说你提这个干嘛呀 他是不是我们家的 他也叫朱小三啊 行了吧 三哥 什么朱小三 人家是墨小三 你看你提这个有劲吗 有劲没劲 人家的隔离一边 我只知道有钱没钱 这四个字说完了 屋里都安静了 一到前这 大伙都愿意听着怎么回事 哎 三哥 嫂子 你们哥俩来没别的 就给你们打抱不平 你先说 这孩子 是不是墨家呢 嫂子你说 你 啊 啊 是 是 三哥 儿子是不是老墨 啊 是 是 又怎么着 还是 你们先承认这点 这事好办了 人家是墨小三 人家不是朱小三 当初 老头没油没臊 哥们这嫂子 你别说 你说这个 这不是啊 是吧 这才有这么一茬 要不然 能嫁给你吗 可现如今老头死了 我觉得啊 对孩子不公 啊 说 说 什么事 哎 墨小三啊 他墨家 得趁多少钱 对不对 你瞧你 活成什么样的 你看看 人家 马上来 叫上去 干着房 躺着地 存多少钱 这一下 俩儿子分了 我说 不对呀 应该是 仨 儿子分 这 小三 有一份 墨小三 凭什么不给 是不是老头的 骨絮 对不对 应该有 他一份 我告诉你三个 你慢说 这么分大份 手指的份 拉了出来那点 也够你活三辈子的 砸什么油条啊你 哎 对呀 嘿 老墨家 那么有钱 我给他养儿子 养了这么些年 十六年 啊 我还砸什么油条 我要是真从那 分出钱来 我 我弄个摊 我卖鱼 哎呀 猴猩猩猩的 行了啊 我就在那什么买卖 我 我不行 是不是 对 对 哎 小松 小翠 你们俩说 这事怎么办 三哥你是个老实人 嫂子是个富得人家 不便 抛头露面 如果说你们两口子要是认可的话 这个事情就包在我二人的身上 成不成 那感情好了 哥俩 你们受累吧 你们受累忙活这事 别着急 无力不起早 我们凭什么呀 他必有一个原因 我们俩 有什么好处 兄弟 你们哥俩说这是实话 你说这个 哥哥心里痛快 你要说白过忙活 我倒不放心了 你这一说 光明磊落 够光过 咱们说的桌面上 对不对 我不能白了 你们 如果说 真从老墨家 分出几万两银子来 你们哥俩日后 上我这 白吃油条 去 哪这事去 弄几支油条 打破我们 我没有别的 就是油条 咱们这 你跟儿子 你们俩 给我们哥俩 打一个借条 借我们哥俩 千两银子 啊 人俩都签十字 我拿着一条 日后如果说 药去几万两来了 你给我们拿出 一千两银子来 不算什么 你也不疼不痒 算谢和我们哥俩 如果说 没药新来 我们也不能 找你来药 这事就拉倒了 就一张废纸 这让你们哥俩 有一动力 不能白折腾 你看行不行 猪三一听 好 好好好 啊 这找纸 找纸找笔 行 啊 这说了找纸找笔 这就写 啊 猪三 啊 借这个 小崔 小宋 文银千两 签字画牙 儿子跟门口弄玩 进来进来进来 给签字 签字 哎手印 弄好了 小宋小崔 揣好了 成来 墨家 正办白事 明天清晨 我们俩上家来 咱们商量这事 怎么办 我们现在去 准备准备 好嘞 哥俩出来了 这一走 双和说 家里的 你给他打一条 写着借他千两文银 这个玩意咱还得起吗 猪三说 你糊涂 真要下几万两银子 来给他个一千两 那不简单之急吗 而且也是应该 你要不来的话 你看咱们家从里到外 哪值十两银子 他好意思来要 不也就吹了 不明白 为什么让孩子也得签字画牙 你是不明白 这个事是给他出头 他当然得签字画牙了 没事 我倒看了怎么办 转过天来 那哥俩出来之后啊 先买了这么一块白布 找人给做成笑袍子 卷好了 来一包 一记 说说笑笑 往猪三 家门口走来 一边走一边聊天啊 哥哥 兄弟 挣这千两银子 咱们就这根本 就这么一件笑袍子 是咱俩人的本 你听我 没问题 哥俩来在这 推门就进 这等着呢 来了 坐坐坐 喝水 不不不着急 不着急 儿子呢 这儿呢 三 三 来 出来了 叔叔 好儿子 这个 十几了 十二了 大小子了 十二了 也不瞒你了 你知道 你爸爸是谁吗 我很尴尬 又去住三 把头低去了 孩子一指 这个是我爸爸 哎呀孩子 这是你父亲 知道吗 你爸爸是另一个人 孩子咋了 还弄俩名的 对 这俩人 你亲生之父 是莫采主 啊 今年 死了 所以说 万贯家财 应该有你一份 你上面俩哥哥 你杭三 你不是住小饭 你应该是莫小饭 叔叔我打拨不平 乔的事不公 准备带你去 零钱调校 讨还家产 你愿意不愿意 这个孩子很处 因为什么呢 你想每天跟着父母出摊做买买 看惯了街市上的人 他不是个念书的孩子 你要说 见天跟家里面念书上学 那个储窝子 见不了外人 不会说话 这是做买买的孩子 一天到晚 来了 您做事 您要几个 您吃什么 他会张罗 所以说街市上的话 一说 他能接受 对 你要是这么说 应该 他是我的生父 他的家产得分给我 把钱弄来之后 我好好的跟我爸 我妈过日子 应该 好儿子 好儿子 那你得听话 我听话 你们说这么办吧 我这有一个白小袍子 待会你穿上 我们带着你到墨家 零钱雕像 小孩说 我没去过 那没事 领着你走 他们家附近 有一个小茶棚 我们哥俩在茶棚里边 喝茶等着你 你自管去 门口有牌子 一看就是 办白事 直接往里走 进去之后 瞧见灵盘 看见棺材了 跪那儿就哭 哭完之后 磕四个头 站起身来 转身就出来 我在茶棚等着你 你就没事了 剩下全是我的 我们哥俩带着你 咱打官司 小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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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着孩子 打这出来 赶奔莫夫 离老远 就瞧见了 骑挤着大棚 裹挟着牌楼 有钱人家 办白事 好 那是露脸呢 门口不远 前有一个茶棚 这哥俩往这一坐 沏了壶茶 三二 三二 去 一直往里边去 照我说 进门就哭 哭完磕头 我们在这等着 哎 各位俩坐着 莫小崔 直接往里边走 这孩子真重 进大门 拨二门 家里谁也不认识他 也有很多 掉校的人 也没人注意 你别是谁 带着他孩子了 没人试试诚 他是头顶拿棍 身穿重笑 一直来到里边 一眼瞧一瞧 那停着关心 知道自己亲爹在里边了 一看周围这环境 悲从中来 不从跪着 爹 哭一大爆 蹦蹦蹦蹦 磕四个响头 站起来扭头就走 有打人群里边 莫的这大儿子过来 一把 喷 拉住 打刚才来那孩子进来 莫的爷心里就一搁腾 这是谁 一般的孩子要是来 不可能 他得跟着家大人 王大爷 李大爷 带着孩子 来吊笑 这个有情可原 但这个没有 就是他一个人 而且这个孩子 头戴麻棍 身穿重笑 这是孝子的半性 没有吊笑 说实在 按孝子 这么倒是的 没有 进门 哭爸爸 哭完爸爸 站起来往外走 不对 这背后必有人知识 莫的爷聪明 一伸手拦住 慢着 你是谁呀 孩子一抬头 棺材里的 是我亲爹 哦 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我这个在别人家长大的 哦 莫老大心的就明白了 我问你啊 你娘是不是叫双和 对 你现在那个爹是朱三 对 我明白了 好 兄弟 我是你大哥 你是我的亲兄弟 老二 过来 你点手把二爷叫过来了 这是咱兄弟 来兄弟跪下 见过俩哥哥 中归是孩子 普通过去了 我不认识你 头回见啊 大哥 二哥 好 快起来兄弟 这是你俩嫂子 过来过来过来 大嫂二嫂请过来 给嫂子磕头 哎 蹦蹦磕头 站起来了 这手拉着莫小三 这灵堂内外 屋里五百人都满了 朱大门 这哪的事去 啊 大爷这一比划 各位 这是我亲三兄弟 想当初 沦落在外 今日里 我夫去世 我兄弟 认祖归宗 有知道的 有不知道的 咱们不详说了 之前你们管的 叫朱小三 今天我说一声 他叫末小三 各位 可记住了 啊 呃 今天 是喜丧 我付七旬之后去世 咱们是按喜事来办 而且我兄弟 认祖归宗 喜上加喜 啊 来 兄弟 走 跟我见咱娘去 领他后面 老太太 这不是什么回事 家里来串门 这些个亲戚老太太 都围着这说话呢 正说这事呢 咱外边进来了 拿手一推着孩子 跪去 这是咱娘 孩子一抬头 这娘比我姥姥还老呗 不能跪去了 还是参见亲娘 旁边人要不摁着 老太太就能飞起来 哪的事去 大爷那一眨眼 那意思 别说 老太太 啊 啊 啊 怎么呢 听大儿子话 啊 这 啊 起来吧 起来吧 这起来了 大爷喊自个儿媳妇 大奶奶 给兄弟换衣裳 换衣裳 啊 快去 弄到后 不行 换衣裳 啊 给弄吃的 水果 好东西 全给堆在这 莫小三心里挺高兴 你看 看他 就看了我真是这家人 啊 心里挺高兴 大爷挥过头来 找老太太 老太太跟这屋好家伙 三十人暴跳 武林豪气腾空 凉太阳冒火 七窍生烟 改了把火关 这怎么回事 如果 哎呀呀呀 你不要 娘 这个事就瞒着你 想当初我父 是有这么点贱膜的人的事 跟丫头双合 哎呀 你不要 不是这么般 这么般如此 所以才把他打不出去 嫁给了 买油条的猪丝 显如今 这个孩子长大成人 任祖归宗 娘 您这人 我 我这 你听我呢 妈您怎么了 您这是 这个岁数还不改变 是 而我这心里这口气 还有什么气 我爸爸都没了 啊 您这一辈子 管着他也够乔的了 人这一辈子 有这么一会 也不叫事 您怎么了 大虎人家三七四七 这是便宜的事 我父这一辈子 还不够巧的 不就这么一点事 您要不提 没人知道 是 现在是人都知道 我不知道 现在不就知道了 啊 这道是 这道是啊 那你说 怎么还得认下他呀 娘 绍兴福 咱们家算是首富 多少人等着 看咱的校伙 多少人等着 在咱们这找便宜 如鹰猪血 好比那个苍蝇啊 都找到那个有血的地方 如果说今天不认 他出去之后 你想一个孩子 能记得这样 不是他的主意 必有坏人在后面 调词架封 唐若说 上得唐去 牙里牙外一打点 老爷那花钱 三八六房再花钱 背后再了事 咱们这家也得去一半 娘您听我的 认下这个孩子 是万事皆休 大爷有见识 说的老太太 哑口无言 对 对 对 好 认下他了 皆大欢喜 府门在茶棚 小宋小崔 坐着喝茶 都等到天黑了 还没出来 小二过来 两位再给您续点 不喝了 不喝了 好 废叶子都飘起来了 不去 怎么回事 还不出来 这是啊 这茬老点 这个 先回去吧 回来之后 跟猪三两口地说 孩子回来了吗 我真怕说 我们俩喝水没流 人都出来了 没有 没有 到现在没回来 不你们俩带走了吗 是 是 我们带走了 他可没出来 这怎么回事 打听打听吧 转过天来 双和说 我也去吧 我去吧 啊 系了根笑袋子 打架出来 赶奔墨家 一进门 跪在灵堂那 先哭了一抱 大爷把他扶起来 您这屋来 又把他儿子叫过来 您看看 这是小三 哎呦 我儿子在这了 大爷您看这事 嗯 哎 双和呀 以往之事 一定都过去了 你听我说啊 这个孩子 认祖归宗 我们承认 他不叫朱小三 他叫墨小三 是我的亲兄弟 你呢 但放宽心 我们会对他好的 以后有一天 老母亲去世了 一份家业 分作三份 他跟我拿的是一样度 你踏得实实的 我们绝不说谎 终归你嫁的人有丈夫 此处你要少来 每个月老头偷着给你那份 我们知道 钱两米面照给不误 而且探在这孩子的份上 我再翻一倍给你 每个月准给 你要是有个马高 邓短的缺钱 短钱 尽管来 只要你张口 没有回绝的 想孩子了 言语一声 说一个地儿 打人 把他送去 母子团聚 你要想来的话 偷偷的来 别太张扬 你看怎么样 孩子在这儿 那能说什么呀 双合的心里高兴啊 孩子有下落了 这远比跟着炸油条 强的多呀 哦 行嘞 大公子 那我就谢谢您了 孩子你跟着可听话 得了 小孩一瞧 母亲也来了 事说的都挺好 可就痛快了 双合也没事 回了家 前脚到了家 后脚 米面前粮送来了 连猪三都高兴 你看这不也挺好 是不是 孩子人家回家了 咱们好好过日子 人家该给钱给钱 到时候咱们再生一孩子 就得了 都挺高兴 这一传开了 小松小崔 俩人的心里接 白折腾了 啊 我这鸭子夫妻 白忙活了 说一千到一万 人家结诈欢喜 弄得咱俩也不是人 这也不成 那时候抱歉 我这有这借条 还给我打个条 这个欠咱们一千两年 咱们找个要去 那时候不成 现在要不成 你现在要去 一上堂 一看这日子离得太近 咱们过个半年左右 咱们再去 不就得了吗 行嘞 俩坏蛋把这事就压下来 半年之后 这天 来在了莫府 找莫小三 孩子出来了 干嘛呀 干嘛 你不赖呀 好 你框了我们俩了 我们跟查彭素 等着你 说你进去出来 到今天你都没出来 现在你当个三爷了 我们倒是惹谁了 没别的 欠我们千两文银 还账 我不知道这个事 别废话 当初你签了字 我告诉你 咱们家门口线 俩小子转身出去了 大爷出来 怎么回事 哥哥 有这么一成 如此这么办 这么办如此 大爷点点头 不要紧他 不叫事 等着 下午 家门口来人 少兴府知府 堂的人 派人来 说这个有人告你们 签帐不还 你们来一趟吧 哎 大爷带着小三 来在少兴府 过堂打官府 堂的人转屏风入桌 一拍桌子来呀 原被告上堂 这都上来了 这是莫的爷 小三 还是他这个父亲 猪三 这站着小宋 小翠 老爷说你们说说吧 谁是原告 这俩坏蛋 我是原告 想当初他们借了我 千两云的 一直到现在 也没还 你看当初的借条 乘不上来 有差点就递上来了 老爷打个一瞧 不错 啊 确实这么写着 借千两文银 爷俩签的字 嗯 你们俩人 说说 这借条是你们亲笔写的吗 是 是你们俩亲笔写的 嗯 那这事是怎么回事呢 哎 当初是如此 这么搬 怎么搬 如此 哦 小送小推 人家说的这个 和情和理啊 你们俩怎么解释 不对 他当初说 这个 借的银子是给 给孩子买田地 做买 我们才借给他的 嗯 你俩人居住何处 老爷我住庙里边 你呢 我呆哪哪住 哼 究定是 焉酒千金借人 你们俩连房都没有 你有一千两银子借人吧 啊 官儿整不死千金借人之辈 他也不死借人千金之辈 这孩子不可能借千两银子 一个孩子借千两银子干嘛呀 是不是 而等真乃调词驾送之辈 老爷这四个字 说到家了 调词驾送非良善之辈 过去就是这个货 啊 老窜的人打官司 还有一些个恶送师 都爱干这事 调词人打架 还跟里边从中于力 啊 就跟现在 有的律师也是如此 啊 您有时打官司 难免碰这些个事情了 好律师来了 都是稀释宁人 劝你 尽量不打官司 啊 如果打官司 你会怎么怎么样 你的必处在哪里 你会怎么失败 这是 好律师 有那个恶律师 就爱给人挑事 听我的 打着官司 我告诉你 有我了 一上法院去 你就赢了 你就了不得了 啊 你就挣钱 无计其数了 你听着吧 说的人热血沸腾 凡是打官司的人 脑子都简单 你想呢 气都在这顶着呢 都爱听好话 不爱听着不好的话 所以说 这是容易上当的地方 今天老爷说这俩人 而乃挑刺 驾宋十倍 太对了 急账二十 次配 苍州 急账二十啊 打二十板子 发配到 苍州 俩人一抖了手 哎呦 我这么大罪名呢 等下去 这种打定过了 定过了 蝎子俩人都不会走道了 脸上 刺上了 激进 当时来说 发配的人 脸上刻意出 啊 次配在哪 这一辈子带着这个 啊 见不了人 呼 整个绍兴 全都轰动了 说看见了吗 唐太爷 明察秋毫 上着唐去 也没怎么动手 三问两问 就把这事情问出来了 两个恶徒 次配 苍州 这是最有应得 莫的爷 领着孩子 回了家 全家人都等着了 怎么样 把堂上的事情一说 所有人都挑大摩哥 第一 说太爷啊 清正 第二 佩服这位莫的爷 老太太也说 儿儿啊 多亏了你啊 啊 不为高义 而且脑子机智 如果说当初 我要是一蠢性子 把这三儿子轰出去 现在咱们家 不定就闹成什么样了 大爷点点头 哎 娘啊 人心呆 狗不吃 很多人这个人心 他是不正的 如果咱们要是贪图一时的小力 觉得不能把这钱分给我三兄弟 那么之后咱们有可能就是 家败人亡 到那会儿后悔可就晚了 所以日后 对双和 对猪三 我们要一如既往 我许人家了啊 到时给米给面给钱 你可千万不要舍不得 老太太说 我知道啊 经过这么一个事 我心里跟明镜似的 我听你的啊 咱们一定要与人向善 对人要好 啊 来吧 拿出我的提起文银 给双和 再送去一百两 让他的日子过得好一些 这儿拿着钱 给双和送去 两口子是感恩戴德 和家团圆 根屋正坐着 说唐太守 派人给送一块匾 拿着送匾 大伙接合一看 四个大字是 效益之门 请不吝点赞续 oku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